第五十四章 三年后的疯子 时间一直在流逝 就算完全掌控时间本源法则的伟大存在 或许能短时间内时间暂停乃至时间倒退 可是宇宙本身有着自动校正恢复正常的本能 再厉害的存在也无法强行扭曲 如此浩瀚宇宙的运转 轮回站转播仿佛电视剧不断播放 毕竟是九千多参战者 难免出一次特殊情况 令战斗时间略微拖延了几天 华夏历2069年3月2号轮回站的最后一天 虚拟宇宙潜无大陆的浮空岛上 那高大建筑的一间雅致的会客厅中 穿着肃静白袍的老者站在那 正微微行礼道 刀锋神侯 在他身侧站着的是一名精悍的穿着黄金色战甲男子 他脸上满是黄金色鳞片 额头则是一略带弧度 如弯刀的金角 整个人就仿佛一柄开天辟地的黄金色战刀 即使是在虚拟宇宙 那意识所运金的威压 足以令宇宙级强者的意识崩溃 如果罗锋看到这人 一定会惊呼 长得这么像白卡罗 就是林甲从青色变成金色而已 这就是你说的罗锋 黄金色战甲男子看着屏幕 屏幕上正转播着一场即将发生的对决 是的 今天是轮回战最后一天 而这一战应该是最后一天中最精彩的一战 穿着肃静白袍 老者微笑道 哦 你介绍他 你的意思是 这个小家伙有资格冲刺宇宙总排名前一千 黄金色战甲男子反问道 刀锋神猴 你看着就知道了 白袍老者说道 屏幕上 穿着深灰色战衣 背负着暗金色长棍的罗锋 和对面的一名手持两柄战刀的矮小少年 瞬间交战了 哄 矮小青年 一个闪电前冲 瞬间就冲到罗锋面前 然而 呼 得声 面色冷峻的罗锋脚踏暗云缩 金色气流缠绕其上 瞬间化为一阵金光 轻易避让开 去 哄 一道金色幻剑出现在半空中 在弥漫开的金色气流中 速度飙升 瞬间轰击向那矮小青年 矮小青年低吼着 身体迸发出绿色气流 两柄战刀施展开来 好似整个人瞬间化为了滔天浪涛 去迎接那金色剑红 吃 金色剑红在逼近的瞬间 竟然做出近乎完美的S型的轨迹 擦着对方战刀的边缘 直接消掉对方的头颅 罗锋 圣 会客听钟 怎么样 肃静白袍老者微笑道 嗯 不错 真不错 黄金战甲男子连点头 这个小子已经把握了精神念师掌控者的精髓 他脚踏五阶念力兵器暗云缩 使用的竟然这么轻松完美 而且他闪躲时 瞬间爆发非常快 并且显得很轻松 那眼神兵融入金之本源法则感悟施展 智阳智刚 一般最多勉强改变方向 可是他竟然让眼神兵在极短距离中 轻松地做出S型这种复杂轨迹 第一重换件事已经大成 基本功非常好 黄金战甲男子连点头 随即皱眉 不过这实力据我估计 这次宇宙总排名最多冲到三千名到五千名吧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百万绝顶天才汇聚 要冲到前一千太难了 哈哈 你再看看这个 白袍老者只向屏幕迅速调出当年罗锋 荣军对战的场景 荣军 我听说过他 据说是你们前五宇宙国最优秀的 黄金战甲男子看着看着 一直到看完才低声道 这个荣军是很强 不过他这实力拿第一 根本没一点希望 宇宙总排名前十 还有点把握 没一点希望 白袍老者大吃一惊 嗯 这界当中有个超级天才 黄金战甲男子忍不住感叹道 比历届天才战第一人都厉害 他的空间法则感悟超越了大部分戒主 哦 白袍老者大吃一惊 至于这罗锋 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看这视频了 黄金战甲男子感叹道 真的让我很惊讶呀 他跟荣军比的时候 飞行闪躲明显很吃力 控制也很粗糙 纯粹是靠念力 强行控制方向 而刚才看到的轮回战直播 他控制暗云缩 已经做得非常完美 眼神兵的操控上 进步也很惊人 他在法则感悟上 应该提高不少 对了 你们前无宇宙国的内部选拔轮回战 持续多久的 黄金战甲男子问道 不足三年 白袍老者道 不到三年 黄金战甲男子忍不住道 这个罗锋 是不是和荣军战斗的时候 隐藏实力 没有 他的轮回战 九千三百七十四场 一场场过来 他的进步非常明显 白袍老者感慨 轮回战之前 他最多算是我们 前无宇宙国排名前十的 然而三年不到 现在恐怕仅仅只有 荣军能压他一头 我们前无秘境 很多不朽都关注他 他的进步速度 太惊人 而且轮回战中 他的对手都不算强 所以无法压迫他 施展出最强实力 我甚至于怀疑 他的实力 比现在表现出的还要强些 白袍老者说道 而且现在距离巅峰总对决 还有比较长时间 他还能继续进步 黄金战甲男子咧嘴一笑 继续进步的话 1008个宇宙国诸多天才巅峰对决的时候 或许有机会冲进前一千 不过还是很难啊 当前无秘境和虚拟宇宙公司的两位不朽存在 议论着罗锋的时候 罗锋则是来到了编号00001号斗舞场的准备厅 准备厅中 他就是罗锋 这个罗锋进步怎么那么快 秘境中的老师都说 罗锋现在能排在我们宇宙国天才中的第二 当穿着深灰色战衣的黑色短发青年 出现在准备厅时 顿时引起了一片低声议论 这轮回战的近三年时间中 罗锋以其惊人的进步速度 吸引了很多强者的目光 疯子 一道魂后有力声音响起 罗锋转头看去 那是仿佛一层楼高的野人荣君 那野人依旧头发乱糟糟斥 裸着大脚丫 野人 罗锋也喊道 哈哈哈哈 野人青年大笑起来 罗锋脸上也浮现一丝笑意 他们二人之前交谈 都是直接称呼名字 这突然称呼外号 也是开玩笑 罗锋 你的进步可真大 这三年你一点没松懈啊 野人青年很佩服罗锋 再厉害的天才 也只是天赋够高 如果不努力 依旧会被淘汰 罗锋进步这么多 可以想象在暗地里 肯定很拼命 不敢松懈 罗锋摇头 有你在前面 我怎么敢松懈 各位 进入斗舞场吧 虚拟宇宙公司的组织人员喊道 顿时一千名天才高手 沿着通道 朝斗舞场内走去 今天斗舞场内 没有任何观众 一千名来自前五宇宙国 各个星系的爵士天才们站在那 看着前方的一名巨人 站在宇宙国最优秀的 一千名天才前面的巨人 身高足有八米多 野人荣君在他旁边 就跟小娃娃似的 这巨人穿着林甲战袍 戴着战盔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血腥的气息 一双眸子 仿佛死神目光 在笼罩在一群天才 秉息 一千名天才额头都渗出汗珠 在虚拟宇宙中 单单意识就这么可怕 罗锋也控制不住身体的紧张 额头自然渗出冷汗 在这股压迫下 额头渗出冷汗 已经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机制 恭喜你们 冰冷的声音 回荡在斗舞场 你们一千人是我们 前五宇宙国选拔中最优秀的 你们都有资格代表我们宇宙国 和其他诸多宇宙国的天才们 进行比拼 不过 这巅峰对决 难度比你们之前战斗要大得多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 其中有的宇宙国 比我们前五宇宙国疆域还要辽阔 星系要多得多 因为各个宇宙国情况不一样 内部选拔时间也不同 所以 整个宇宙人类 天才的巅峰对决 将会在一年半后才真正开始 这一年半 是你们提高自己的机会 罗锋回到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小区 结束了 轮回战结束了 罗锋感慨 轮回战是结束 可是 你的训练还没结束呢 肩膀上的拳头大小的小恶魔喊道 罗锋 你的眼神兵 现在拼命情况下 只能同时施展出五柄金色幻剑 而且还很勉强 反而施展出三柄金色幻剑 威力最大 一个人能勉强挥动一百斤的刀 可他挥动三十斤的刀 攻击力反而最强 一个道理 操控五柄金色幻剑 每一柄都会变得笨拙 明白 罗锋点头随即笑了 回忆起这近三年时间 的确自己进步是让很多人震惊 实际上当初自己参加预选 那时候金角巨兽达到宇宙级 才仅仅两年多 也就是说 五重领域跨入金之本源法则 是2064年到2066年间的一些成果 而现在近三年过去 成就高也不奇怪 我的第二分身 离孕育成功也近了 罗锋期待着 期待着自己第二分身 磨砂族分身孕育诞生 2分身孕育诞生 4分身孕育诞生 4分身孕育诞生 3分身孕育诞生